当前香港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持续上升 而中国大陆方面也是不容乐观 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中国多个省市扩散 其中已无症状感染者 以及由无症状转为确诊病例的情况多见 再次的凸显出无症状感染者对于疫情防控所带来的挑战 BBC报道 这一轮的疫情在新疆以及中国东北先后的爆发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消息 目前新疆出现的疫情没有扩散到其他地区 而发生自大连的疫情 已经导致了北京、福建等等五个省以及直辖市出现相关病例 中国官方新冠肺炎统计数据中 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无症状感染者并不会被寄入确诊病例中 但是无症状感染者仍然具有传染性 而本次爆发的大连疫情 大多数病例都是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 他们可能因为与病毒感染者在潜伏期内有所接触而被传染 直到了首例确诊病例出现之后 才开始接受检测、隔离 但这时已经很难判断病毒是否已经随着这些人的活动向其他地区扩散 因此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就是本次疫情再度扩散的主因 而根据中央社报道 中国28号新增确诊病例数多达101例 本土病例就占了98例 其中以新疆89例最为严重 北京也是连续两天出现确诊者 中国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 中国31个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8号一共报告新增确诊101例 其中境外移入3例 本土病例98例 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也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在无症状感染者方面 中国全国28号一共新增了27例 有51例当天转为确诊 当天解除医学观察9例 还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273例 而似乎是为了要安抚明星 中国疾控主任高福表示 他已经接种了实验型的新冠疫苗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高福26号表示 他已经注射了一种实验型新冠病毒疫苗 希望通过此举可以增强公众的信心 在疫苗获批之后能愿意接种 但是他没有提及是何时 以及如何接种这种候选疫苗 原因是不想要被视作为疫苗生产公司宣传 但他表示希望这款疫苗有效 他说注射疫苗是为了要增强公众 对于疫苗的信心 指出有很多人对新冠疫苗的作用表示怀疑 而作为科学家必须要勇敢 另外 中国工程院院士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陈威 昨日在一场论坛上表示到 对于当前新冠肺炎候选疫苗工作的回顾中指出 目前中国的新冠候选疫苗 是唯一一个单针接种起效的疫苗 同时证明了可以在老年人群中成功地产生抗体 不良反应的发热率也远低于其他疫苗 此番发言试图为中国资产疫苗挂保证 表示中国疫苗领先全球研发团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